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契啊 那么如果说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啊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啊 那么食指跟无名指等长啊 预示着是这个管理能力极强 自律能力极强 这种人呢能力强素质高啊 那么通常呢下属也是服服帖帖的 那属于这个在这个企业当中做领导的这个一个命局啊 那么福气啊 在这个幼年和晚年的时期啊 中年是比较辛苦的 中年和晚年的时候是有福气 那么生命线末端牛颠这个什么杂乱啊 分叉容易犯老年疾病啊 甚至男性疾病啊 这是一个 我们看这个手啊啊 比较看起来是吧 手手无形对吧 看起来很干枯的样子 不是很饱满有肉啊 手枯不利宫门啊 不利贵不利宫门 不利仕途发展 所以说再加上指缝大漏财啊 注意理财 否则的话财来财去啊 是留不住啊 这种呢 这个在中年的时期啊 事业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呢 事业线断裂之后又延续啊 到了晚年啊 中晚年之后 45岁往后 那么运势呢 又会慢慢起来啊 这是一个手相当中的一些特点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啊 生命线啊 生命线呢 跟寿命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是跟这个啊 生命力的强弱 和这个抵抗疾病的这个什么 免疫力的强弱啊 跟跟这个有关系啊 生命线的这个长得非常的好 身长清晰弧度也够 那么代表这个身体抵抗力强啊 免疫力强 而且呢 在如果是金星秋饱满的话啊 精力充沛啊 非常的精神抖擞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三线当中啊 三线当中 如果是形成这个事业线啊 穿破了人文和天文啊 这个叫什么啊 叫通天文啊 通天文 那么这个事业线的话 使事业运势很强劲啊 再加上三公比较饱满有肉的话 那么这个财运也是不错啊 所以说有财运有事业运势 那么你这个 这个可以尝试一下创业啊 可以尝试一下创业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特点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方面的困惑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